中逢三十细念法事喜讲 尊敬的 这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 这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 大家好 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念佛的姻缘 再一次 再来给大家喜讲 中逢三十细念的大义 如果讲到一些 让大家不过圆满 听起来不过深度 那么请大家 多多批评 我们 这一生当中 无论你学什么样的法门 最主要的 你能不能觉悟 那个才是关键 学悟之后 你才能够把你的眼前的生活 用你的智慧去化解 这样 这样学佛 才会有意义的 今天呢 是最后 这个打佛期 等一下下午啊 大家要做一个 总结的 回笑 希望 希望 这几天念佛 学习经教 希望 一切众生 能够蒙阿弥陀佛 加持 蒙阿弥陀佛 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像刚才 我要进来的时候 看到大家 那个念佛的声音啊 真的是一个妙音啊 那种气氛啊 在这个时候啊 大家如果真心念佛啊 我相信啊 统统 统生极乐啊 所以啊 在这个世上呢 没有比这个更妙音的 妙中之妙 所以 念佛是一个好事 那在这个 三十西念内容的开始呢 以前啊 很多 一到一些同修 他说 师傅 中风谷是在这个 三十西念的开始 都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地方 一遍一遍地看 又看不懂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很多人对这个三十西念内容的开始 兴趣不多 兴趣不多 我以为认为 这个三十西念是对着亡灵的 对我们活着的人呢 没什么帮助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观念 其实啊 中风谷是在这个中风谷是在这个中风谷是在这个内容的开始 很正常啊 谁叫你是反复一个 知道反复 我们才要修 如果今天你像慧能大师 明星见见大色大物 一切经 什么样的经 他就通了 他已经大色大物了嘛 所以今天我们看不懂呢 不代表我们不学了 不看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中风谷师呢 所讲的这些内容啊 都是从他的自信啊 流露出来的 是一位明星见性大色大物 流露出来的 今天就算我们听不懂 没关系 只要大家一遍的一遍的 去学习内容里面的注解的开始 你有耐心 你有虔诚的心 你有恒之 有恒心 你能够一遍一遍的看 一遍一遍的听 然后祈求中风谷师的加持 祈求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愿力的加持 总有一天你会把这些经看通了 而且自然而然啊 你所看到了 所显出来的都是你的智慧 都是你的自信里面 内入流露出来那种清净心 你要有耐心 因为我们的凡夫啊 不是圣学 像六祖慧能大师听到 鹦鹉守住 耳生起心 他老人家就铭心渐进 大色大物了 我们听了几遍 一百遍 一千遍 有没有大色大物 没有 不要说大色大物 连小物都没有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凡夫啊 业重深重啊 再加上没有那个心去学习 什么能够成就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耐心很重要 一切法得疑人 无论有多难 你要一遍一遍地去看 一遍一遍地去听 只要一教里面的教学 就算一句 你落实在生活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的利益 这个是真的 就以前 以前这个佛陀的弟子 周里盘特 大家都知道吧 周里盘特 是释迦牟尼佛 十大弟子里面 以前他们证过的时候 非常的愚笨 愚笨到什么程度 你这一秒跟他讲话 下一秒就忘了 你这一分跟他讲话 这一分就忘了 你无论跟他讲 这一句话有多短 比如说 我们 这一分 这一秒你跟他讲 下一秒 就忘了 两个字而已 一半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每一个老师 遇到他 脱想 没办法教了 越教越发脾气 越教越 很难控制到自己的情绪 连他的自己的亲哥哥都受不了 不要他了 叫他回家 没有人要你了 后来周里盘特很难受 你想一想 个个对他排斥 个个都不要了 连他最爱的哥哥都不要了 你想 这个世界上 他还有用吗 躲在那个树下 哭了半天 后来遇到了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他 周里盘特 你为什么哭啊 你为什么难过啊 有什么事啊 他说师父啊 他说佛陀啊 给佛陀讲他的遭遇 佛陀呢 怎么教他 教他每一天 拿着一把哨把 和哨把 去做什么 是扫地 一边扫地 一边念一句 念什么呢 扫地成果 扫地成果 刚开始念了 前面念了 下面又忘了 下面记得了 上面又忘了 天天如此 扫地成果 扫地成果 就是这样 像我常常 以前我的师父 我刚出家的时候 教我做什么 洗厕所 天天洗厕所 扫地 做其他的出工 做那些人家不想做的 我每天都是这样 三年 很不忍心 那个心 很不 很阴望 我今天出家 叫来洗厕所 我真的很不甘愿 三年 后来我才明白 我师父的用意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我的性格 是一个很 供高我慢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 来去掉我的毛病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佛堂的人叫你洗厕所 赶紧去洗 不用去辩论 听话 正干 赶紧去洗 没关系 人家不做的 我们来做 人家要做的 我们去不做 我们做那些 人家不要做的 所以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心扫不扫 空扫地 天天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四个 都是这样的 教你这样念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不扫心地 空扫地 扫地成功 扫地成功 有一天 突然间 扫过了 这四季化而已 一扫过了 越少越精神 越少越精神 越少越快乐 心地 越发行 周里 盘特 这么一扫 这么一扫的人 都能够 正过 我们今天 如果跟他相比 差得远 我们比他聪明 但是有时候 人聪明 反而聪明物 自为 自己很聪明 其实 自己什么都不是 都是在欺骗自己的 那为什么周里盘特 这么短的时间 就正过了呢 他用什么心态呢 真诚心 在扫地 真诚心 在修学 就算今天我们 对这个三十七年 对一切 所有的经典 我们听不懂 没关系 你一遍的一遍的去学 像这句名号 你一遍的一遍的去念 有恒心 有耐心 我相信大家 有一天 你会想通了 你会想通了 明白 知道了 你对这个佛法 所学的 就不会白学了 所以 要有耐心 特别在这个末法时 真的 没有老师在旁边的指点 又诱惑的力量这么强 又内心的诱惑又这么大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恒心 耐心 再加上如果懈怠了 松懈了 那真的 佛在你的面前也没办法 所以 老师引在我们到门前 个人的修行 那就个人自己的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 说明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用紧张 也不用去烦 你要有诚心 自然而然 你的诚心 就跟这个佛所讲的经 中风果是所讲的开示 自然而然就通了 所以学佛 第一个条件最主要的 就是真诚心 哪个最重要的 你真诚的听经 跟没有真诚的听经 那个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中风果实内容的开示 我还在学习 我还在学习 跟其他的法师 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 因为呢 这个 佛法 其实呢 如果你把它用对的地方 真的 你整个人生 跟一般的人 真的是不一样 好 请合掌 又极乐求生 全品发愿 养劳法众 异口同音 经为亡灵 自心忏悔 发愿 经文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啊 在这一段的开示 他的主要性 特别为我们提示 为我们提醒 那么中风果实 为我们提醒什么呢 为我们提示什么呢 这个我们要清楚啊 像我们今天来 这边的地方念佛 我今天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清楚啊 你不能不搞清楚 你不搞清楚 我今天念佛的目的 你会失去的方向 你会走偏的目 这个目标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那中风果实 在提示我们什么呢 提醒我们什么呢 他说啊 将来 如果 我们想求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说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两句很清楚哦 就是说 你将来想要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那么 我们今天要预备 什么样 靠什么样的力量呢 这个是中风果实 给我们一个问号 我们要靠什么样的力量 在此地啊 中风果实 非常的明确的 告诉我们这种事情 靠什么力量呢 今天如果你想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今天 全部要预备什么呢 大师说 全凭 发愿啊 你要凭什么 你要发愿 而且 当你发这个愿 的时候 你要记得 当你发愿的时候 你要 如何做呢 全心 投入 你要全心投入 你不能 一半一半的 半信半疑的那样心态 你要全心投入 你要下定决心 我这一生 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 必须的 用这种的心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兄 大德 不要一半一半 半信半疑的 真的吗 假的吗 真的吗 假的吗 假到最后 还是假的 所以要全心全力的 像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是怎么讲 你要真信 你要 切愿 你要 真 发愿 这种的全心投入 所以 偶一大师在 弥陀经要解 讲得非常的清楚 一个人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你 信愿 自由 你对阿弥陀佛 深信不疑 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深信不疑 你对阿弥陀佛 那种心 非常的向往 非常的愿力 自然而然 你在这个热场生活里面 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就不容易松懈 不容易懈怠了 自然而然 既 偶一大师所讲的 信愿行 我们就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上 所以当你全心投入了 在念这个法会 在念这句名号 当我们举办这个法事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这个 三十信念当中 那么才能够感动了 这些的鬼神 才能够感动了 这些九把戒的众生 才能够感动了 这些一切众生 在参与这个法会当中 当这个鬼神感动了 九把戒的一切众生 感动了 包括参与这个法会的 这些众生 他能够被感动 那么我们这个法会 那么我们这个念佛 当然自然而然 就能够得利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是讲得非常的明确 我们要记在心上 不能把它一遍听过去 把它温馨一下 师父在讲什么话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听懂吗 听懂吗 听不懂 那我也没办法 我已经很尽心尽力了 你孩子听不懂 那你赶紧去忏悔吧 那么请问师父 中风果是教我们 要全凭发愿 那么这个愿是什么呢 请问师父 那我今天请问大家 中风果是教我们 要靠这个发愿的力量 那么我们要发什么愿呢 那这个当然的 这个我们个个都会 那么我们要发什么愿 下面中风果是所讲的愿呢 都是指什么呢 四红四愿 要发这个愿 什么叫做四红四愿 众生 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间四愿段 发门无量四愿学 下面是什么呢 佛道无上四愿成 这个就是中风果是 在这个地方为我们所讲的愿 所指的就是这一个 为什么呢 下面可以慢慢给大家说 但是 但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 所讲的四红四愿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最主要的是教我们 把这个四红四愿 落实在这个念佛法门 简单的讲 就是教导我们 你要发愿 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这个是中风果是的 内容的意思 大家不能搞错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呢 请问师父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个四红四愿 落实在我们念佛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今天我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发愿求生西方级的世界 请问大家 你为什么要到西方级的世界去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 众生无边四愿度啊 就是满度众生的大愿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啊 我很幸运 我认识了净土 我将来能够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然后呢 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在那个地方 寿命无量 也不用担心 有一天 这个身体会生病 因为在西方级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金刚不坏神 我们在这个地方担心 有一天我们 年纪会老 老有劳苦 在西方级的世界 没有劳苦 在西方级的世界 没有食苦 在西方级的世界 都是非常的快乐 但是 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意啊 虽然我们到西方级的世界 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阿弥陀佛的本意 不是这个 我们到西方级的世界 不是享受的 是享福的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 像有一些人到这个道场来说 师父 我这一生当中 我来到这个念佛堂念佛 希望能够小灾免难 小灾免难固然是好 但是不是念佛的本意啊 有些人说 师父 我这一生当中 活在这个世上 很多事情不能称心如意 事事都不能如意 希望将来能够念佛的功德 来生 才能够事事如意 事事如意固然是好 但是不是念佛的本意 有些人说 师父我来到这个世上 福 这个环境好 大福大贵 大福大贵 但是 生活很不快乐 将来用这个念佛 以念佛的功德 将来我能够得生 到这个天界去享福 生到天界固然是好 但是不是念佛的本意啊 那么阿弥陀佛的本意是什么 就是要众生无边 寺院度啊 你要落实在这个念佛当中啊 今天为什么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为了什么 我要断 烦恼 烦恼 无间寺院断啊 是这个啊 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 因为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确实真的很难啊 你能够断烦恼吗 不可能的 你能够辅助你的烦恼 已经算不错了 你要断烦恼 在这个时代很难 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够有这个机会 烦恼无间寺院断 你有这个能力 就算你没有这个能力 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 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念佛 幻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为了什么 法门无量寺院学啊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法门 这个法门有很多 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时间学 因为我们的生命太短处了 今天出生 再过几天就没有了 你看我们的生命 顶多能够活到几岁 就算跟你活到一百岁 又如何 你这个一百岁里面 里面你把它扩掉 从你的工作赚钱啊 看孩子娶老婆啊 嫁老公啊 种种的 你把它扩掉 你生下几年 还有睡觉 还有休息 还有 Upturnity 你想一想 还有剩下几年 还没有你的烦恼 忧虑 害怕 恐惧 种种的 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今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真的有啊 为什么 有的是时间啊 你要写什么法门 你慢慢学 没关系 你的说明无量 而且 在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是 法门无量 是愿学 弥陀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 常与清淡 各与医各 沉重妙化 共养他方 十万亿佛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每天 到十方 一起诸佛国土 去做什么 除了理由 都是去学习啊 你喜欢 哪个法门 佛就告诉你 哪个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 你还不去 还不去 你还要考虑 哎呀 师父啊 我等几年吧 等了以后 我再念 等了九十岁 我再来念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不要等 不要等待 真的 你等待啊 一等了 无量节了 谁要听话 要正感 好 那 我们今天 为什么念佛 要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了什么 为了佛道 无上 寺院成啊 为了 成就 无上的佛道 你想这一生 在这个环境成佛 有可能吗 不可能 你要三大阿僧奇节 而这个三大阿僧奇节 是从什么地位算起的呢 不是从你的反复算起的 那个不算 那么如果从你的反复算起 那不是三大阿僧奇节了 那无量节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给你保证 为什么 四十八言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必定成佛 正得阿诺多罗 三秒 三不定 这个是保证的 你不用担心 阿弥陀佛给你保证 你不用怀疑 这个我们已经明白 所以今天中风果是用四宏寺院来讲 是具体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主要的是针对我们念佛的人 这一生当中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说老实话 不是去享福的 哎呀 到西方极乐世界多好 也不用上班 也不用煮菜 也不用煮饭 也不用去买菜 是一得一 是食得食 确实有这样的福报 但是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欲 明白吗 明白吗 不要搞错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解释 中风果是讲 又极乐求生净土 全法愿 全品法愿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养老法众 一口同音 请为亡灵 自心忏悔 发愿 好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养老啊 这两个字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虔诚 一般我们讲的虔析 对一切人 对一切物 对一切事 尊敬到极处啊 这个是在讲中风果师的本人 这个就是养老的意思 你想一想 中风果师是一位明心见性的人 是一位大侧大物的 是一位大德 但是他老人家在这个三十系列的开始啊 他的语气 他的态度 他的心态 多么恳切啊 多么虔诚 多么虔虚啊 多么尊重别人啊 把一切终身 当作佛菩萨来看待 像普贤菩萨 在十大愿王里面 第一愿是什么呢 礼敬诸佛啊 把一切终身啊 当作阿弥陀佛来看待 把一切终身 当作佛菩萨来看待 把一切终身 当作佛菩萨来看待 唯独自己是凡夫 这么虔虚 这么有修养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从这个地方 我们作为念佛的人 应当要学习 这个叫做养老 所以做人要什么 要谦虚啊 对人对事要谦虚啊 夜有修行的人 夜有修养的人 那个语气啊 就非常的温柔 很谦虚 那个没有修养的人哦 语气都很大的 我是老大 我是老板 我是这里的老大 你要听我的 除此之外 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如果你不听话了 有修养的人 不会这样的 你看他讲话 温柔 很谦虚 像谁呢 像师父一样 不好意思啦 自己赞叹 真的耶 所以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一个人有没有修养 一个人有没有德行 从他的意愿 从他的行为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一清二楚的 不用去看 也不用去听 你走到他的旁边 你那个气氛 就感触到不一样 真的 像 有一天师父 跟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 那不知不觉 眼泪就流下来 很多人说 师父你为什么掉眼泪 是不是你做了很多错事 不是啊 感觉不一样 真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人要懂得谦虚 像孔老父子一样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像阿弥陀佛那样 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像观世音菩萨那样 他没有对人 对事对物 我是观世音菩萨 你要来拜我 至少要三拜 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要求吗 没有啊 是你们主动 要来拜他的 是不是 没有的 这个叫做养老 好 我们看下面 法众 法众是指来参加 这个三十七年的 法会的大众 就是我们今天 明天不是要 举办这个三十七年吗 来参加这些 这些法会的这些人 不仅仅是我们 那是眼睛看不到 也有很多这些鬼神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在这个法会 在这个礼堂 在这个念佛堂啊 聚在一起 来做什么呢 来为亡灵祝福 来为亡灵超度 希望啊 这些往生堂上 众等神灵亡灵 这些的众生 听到这句名号 听到中风果实的开示 听到中风果实的劝导 我们通通能够觉悟 我们能够通通悔过 能够通通能够反省 然后同生同愿 发愿求生极乐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法众 那么我们看下面 敬畏亡灵 自信忏悔 发愿 是不是这个 那简单来讲呢 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经送完了 佛也念完了 种种的战也唱完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准备什么 全心投入 来忏悔 来发愿 那怎么忏悔呢 我们来带头 这些法师 这些句式 我们一起来带头 来做什么呢 为亡灵 为这些神灵 为这些一切的众生 一切鬼神 九法界的众生 我们通通来忏悔发愿 就是这个意思 一起来忏悔 一起来发愿 所以三世信念 从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到最后 中风果实啊 都会告诉我们 你要忏悔 在忏悔当中 你要发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下面呢 就是普贤菩萨的忏悔记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眼睛闭着 大家都能够背出来 怎么念呢 普贤菩萨的忏悔记啊 怎么念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时 重生于亦之所生 下面是什么呢 经对佛前求忏悔 这一段最重要的是讲忏悔 然后来发愿 发愿之前 我们就先忏悔 在这个地方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师父啊 不再详细的给大家讲 大家留意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看到 下面的开始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不再详细给大家说明了 大家有时间去看看 这些普贤菩萨的忏悔记 如何忏悔 为什么我会造了 无量无边的罪约 为什么我会堕在三二桃 种种的 你去看你就明白了 好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的开始 因为在这个地方 大师所讲的 就是讲到什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点 所谓的 所谓的 愿 行 居住 经典 怎么讲 请合照 上来 忏悔 发愿 已尽 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 当之 福净土之为教也 养成阿弥陀佛 事实有巴 大慈大悲 深重愿力 摄取 释放 一切众生 反聚信心者 皆得往生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段开始非常的重要 前面所讲的 往昔所造诸二叶 然后呢 这个是讲忏悔 下面又再告诉我们 众生 五边 寺院度 这个是讲发愿 那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的主要啊 当我们在念 忏悔 发愿文的时候 中风果实教导我们 我们要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谦虚 我们要谦诚 我们要恭敬 最主要的 当你在忏悔发愿的时候 你要随文 下面是什么呢 随文入观 要从你的内心 生起这样的心愿 全投入 真信 切愿 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 来忏悔 来发愿 刚才前面所讲的 才能够感动了 这些的鬼神 才能够感动了 九法界的一切众生 才能够感动了 这个法会的一切的大众 属于三十七年 真的是 敏阳 两历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 中风果实 开示的具体 服净土之为教育 这一段是说明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这个净土法门 为我们介绍这个念佛法门 说实在的 这个法门 它不是一般的教学 它不是一般的法门 这个法门称为什么 称为大教 为什么称为大教 因为它这一生当中 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 它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三恶道 而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而最主要的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 直至成佛 它不用等到很多生 像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你需要经过很多 才能够来成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叫做大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门的教法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主要的内容 是依据什么呢 依据什么 就是依据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元为中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释迦摩尼佛 所讲的经第一经是什么 大方广佛华言经 五量寿佛经 是大方广佛华言经 是小部分的一部经 而整个五量寿经 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到这个世间来教导众生 离苦得乐 都是饶着四十八元阿弥陀佛的中心 所以为什么散导大师 告诉我们 一切诸佛如来 心出世 为说弥陀本运海 是有道理的 都是为这个为中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养成 养成什么意思 是讲 用我们那种最尊敬的心态 最虔诚的心态 最恭敬的心态 来做什么呢 上乘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大慈大悲的愿力 大慈大悲的愿力来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深重愿力 以弥陀这样的誓愿 极深且广 大慈大悲来做什么呢 下面中文稿是讲 去摄取十方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的愿力 大慈大悲四十八愿 现在所建立出来的 都是要摄取十方一切的众生 就是将十方一切的众生 统统都摄取尽了 一个也不落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是阿弥陀佛愿度尽 一切众生 这一点我们在五量受佛心 可以看得到的 真的 阿弥陀佛建立四十八愿 是为了什么 如果今天你能够把四十八愿 看通了 看清楚了 你就会明保 阿弥陀佛的慈悲 真的到了极点 处处为我们一切众生着想 我们众生 有没有天天想着阿弥陀佛 不一定 就像好像母亲一样 做父母的 每一天为儿女着想 怕儿女受苦 怕儿女挨饿 种种的天天想着儿女 儿女有没有想着父母 不一定 就像好像 以前我妈妈讲的 哎呀 养了一个女孩 辛辛苦苦养大了 到了最后被人家娶走了 回来还可以 如果不回来怎么办 天天操心 如果那个时候 我有认识佛法 还小 很可惜 如果那个时候 我认识了佛法 我就告诉我的妈妈讲 讲什么呢 不用担心 儿女不理你 阿弥陀佛理你 儿女不想你 没关系 阿弥陀佛天天想你 我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想我 真的 所以 确实真的 阿弥陀佛确实如此 天天牵着我们 天天牵挂我们 所以以前我在台南 每一次看到 有一尊阿弥陀佛 我抱那个小孩 那个阿弥陀佛看那个小孩 那个感觉 那个亲切 超过父母那种感觉 看到那个小孩 这样 什么意思呢 小孩啊 儿子啊 女儿啊 赶紧回家了 不要再流浪了 你们在外面已经流浪很久了 已经无量节了 你不够吗 你不苦吗 你还不回来呢 赶紧回来 爸爸已经等你了 这样心态 但是没办法 业障重 不听啊 愿意啊 所以为什么 称为我们这个世界 叫做娑婆世界 为什么娑婆世界 意思就是堪忍 你能够忍受 这边的苦 那没办法呀 所以无论这个众生 现在信不信 无论这个众生 有缘没有缘 但是阿弥陀佛 都有这个愿力 所以关键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是在我们自己 不是在阿弥陀佛那边 因此偶一大师 在弥陀要节告诉我们 你要有信 你要有愿 因为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你要从这个信心 讲起 因此中逢果实 在下面就告诉我们 下面呢 什么呢 反聚信心者 接得往生 只要对这个法门 你有信心 中逢果实 告诉我们 各个都能够一定往生 这个是总说 那么我今天 我要特别的问大家 这个问题要 你要给我回答 你对阿弥陀佛 我真的深信 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真信 真信了吗 真信了吗 不一定 如果你真信 如果你真信 你早就去了 你还待在这个地方 这句话 师父不多讲 让大家自己去领悟 你是不是真信 你真的对阿弥陀佛真信 这个大家 自己去留悟 因为我不敢讲太多 讲多了 等一下出不了门 我明明都在念佛 我怎么不信 我明明知道 将来我要发言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怎么不信 自己去思维 在这个地方 我也顺便说一下 我们发心学习这个法门 我们不能够断章取语 你要记得 既然你已经发心 要写这个法门 我们不能断章取语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现在对这个法门 有惨中 严重的误会 什么原因呢 就是断章取语 像以前 我有曾经遇到一个人 他说 你们佛教很会讲故事 什么一个人 业障深重 造了很多的罪业 只要你念阿弥陀佛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把你的罪 统统消除了 真的会这样吗 有那么容易吗 你看那个唐朝 张尚和 天天杀着 伟业 到了最后 严重的时候 这些 这个牛陀人 来要找他算账 害怕了 天天喊 哭 害怕了 还好 遇到了什么 遇到了外面的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进来 问他 看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地狱像 然后呢 拿一把香 给这个詹上尔 拿着 赶紧念阿弥陀佛 没想到 他信心 他相信 才念几句 他就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了 然后呢 这个法师就告诉他 你继续念 帮他念一句 在念几句的时候 他就告诉大家 我要往生西方了 但是 张尚和 他具备三个条件 你有这个能力吗 你不要搞仇啊 广东话不是这样讲吗 所以 不仅仅这样 对于这个净土法门的认识 现在这个时代 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比如说 净土法门传到日本 在日本国家 有一个法门叫做 日本净土真宗 难道有假宗的吗 是不是这样 有人说 这个是真神 难道有假神的吗 日本真宗啊 认为啊 只要有信 你就可以往生西方 结了世界 大概我们所听的 就是这一类的 强调信心 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信心 是有内涵的 如果你把这个信心的内涵 去掉了 而只有一个空洞的信心 那么就很难 与这个四十八运的本运 就相应了 所以在此地 我们不要去说明 到底谁是对 谁是错 最主要的 现在我们学习这个法门 要什么 要客观一点 对信愿型的认识 我们一定要全面去认知 而不能够编在一边 就是编在一边 那么这个我们一定会 把这个法门搞错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下面的告诉我们 凡是信心者 是说明什么 信心对念佛法门来讲 是首要的条件 假如要说这个众生 只对净土法门 对阿弥陀佛能生起念 一念的信心 就是只信 以后也没有做别的 修计功德 基功累德 发愿往生 这一类的做法 也说肯定往生的话 那么这个往生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称为叫做别时益趣 什么叫做别时益趣呢 别时的益趣啊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一生是往生 是这一生的 不是这一生的 你往生西方基的世界 不是这一生 这一句话 散导大师 在观五亮受火经 四铁书里面 一开端 就为我们说明这个了 大家如果有空 可以翻一翻 去看一看 散导大师 在观五亮受火经 所讲的 散导大师说 还不仅仅是信 信了乃至要发愿 而没有行的话 那个往生 都是属于别时益趣的 一定要有行跟愿结合 这个往生 才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今生 这个啊 才能够以佛的本音相应 这个才是完整 所以不能断葬取语啊 但是如果要说 他信了这一生 肯定往生西方基的时期 那么这个信心 就一定记住后面的 发愿的和行愿 所以啊 在说的时候 如果单提信心 强调信心的重要性 如果用圆满的来讲 偶一大师的话来讲呢 那么这个信 就自然而然 具足了愿和行 为什么呢 非愿不足 以生起 这一种念佛的行持 非念佛之行 不足以满足自己的信心 成就自己的大愿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啊 不能断章取语 只讲信 不讲愿 不讲行 怎么行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偶一大师所讲的 信愿 行 是三密不可分的一个 你不能一个一个 把它分割 然后一个一个来学习 一个一个来分开 这个是不对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 就是上个条件 所以中风果是下面的 告诉我们什么呢 请合照 信者信有西方净土 信有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之士 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信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信有西方净土 你真相信 确实真的 有一个国土 这个国土叫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信了之后 你要相信 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尊佛 这一尊佛是谁 信有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之士 然后第三 信的条件是什么 信自己 自己什么 我这一生当中 毕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三个条件的 所讲的中风果实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中风果实下面 最后告诉我们 虽然然虽为弥陀 摄取众生往生 要信 为是随心自信 感应道交 究竟非从外德 如是信者 是为真信 你看 中风果实讲得 非常的明确 不能再搞错了 很多人就误解 这一段话怎么讲呢 只能留下下一次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的时间到了 明天我们做这个三十十年 两天 希望 以我们的真诚心 我们的谦虚 我们的恭敬的心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得利益 在这个地方 师父 如果有讲一些不够圆满的地方 不对的地方 让大家没办法深度去觉悟 那师父已经建立了 已经建立了 只能以后再多学习 希望大家六四吉祥 平安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最后 希望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